好 今天我們來介紹一下 The Takeover 這個遊戲呢 最近在Switch上面發售了 那其實這個遊戲呢 在2017年的時候 奇翼王已經在他的頻道已經破關過了 那最近因為Switch上面有 我就把它下載來玩 因為他畫面實在是 蠻漂亮的 但是他一開始是只有三人可以選啦 因為我破關了 所以有第四個人拿棒球的這個角色可以選 那這個主角這一位呢 很像泰瑞啊 格鬥天王泰瑞啊 這個招式呢 有點像雙結龍 黑頭錘 有點像波動拳 有點像ALL YOU CATS 真的是集各種格鬥於一身的一個角色啊 那雙打呢 沒有問題 那這個畫風呢 就是插畫的風格 而且人呢 幾乎是七頭身 那我們用女主角來玩 緊身的皮衣 夭勞的知識 在路上呢 走著台步打擊壞人啊 其實他們呢 是要去解救他的女兒啊 那這個有點像魔法 可鬥三人組啊 因為他也是三個人 也是在路上打人 但是他的招式呢 卻又更加豐富了 歹徒用槍 當然你也可以用槍來打他 在第三關的時候呢 居然加入了頭文字滴啊 這個配樂 你聽一下 根本就是頭文字滴的配樂啊 他可以在路上呢 開機槍 這個車子呢 看起來就是瘋狂taxi啊 但這只有一關而已啦 算是 bonus關卡啦 當然他可以拿路上的武器來攻擊 不用客氣 人多的時候 武器拿起來就只K下去了 那他也可以發動的特殊攻擊 比如說RAGE的功能呢 集滿了之後呢 整個畫面變黃 整個就是無敵狀態 不會失血 而且你的攻擊力非常的強 一兩拳就可以把敵人給打掛 趁這個時候 好好的把路邊敵人給清掉 那每個魔王呢 都有很特殊的攻擊招式 你要想辦法避開他 或者不要亂繞 太可惡了 抓起來痛別一頓 那這音樂呢 有點模仿格鬥三人主義 就是電磁樂的感覺 當然你也可以發動呢 拳跟腳的招式 他會把場地上面所有的人呢 全部給炸死 那一路這個敵人呢 來到了奇怪的島嶼上面 還有一關 他給你一次護槍 他的子彈是無限的 用力的掃射 他們沒有問題 當然路上也會有一些障礙物 比如說你要跳開這些 跟著節奏跳舞的炸彈 哈哈哈哈 當然他有來到一關 像日本的關卡 裡面有相撲選手 這些相撲選手 非常的挑高 體重跟身高呢 應該是1比1啊 然後也有穿著 緊身皮衣呢 開炸開到肚臟以下的女武士 他的劍對你揮舞啊 這個我覺得可以 日本的這個關卡呢 有很多拿武器的 我們不用客氣 武士刀就是這樣給他揮下去 軟酷的妹妹 這麼兇殘 拿棒球棒啊 我們就來個 給他無敵吧 啊什麼 被打掛了 要接關 好 沒關係 再來 那這關的魔王呢 是一個武士 那武士呢 會在這邊旋轉啊 用刀把你砍來砍去的 很難躲啊 那你可以趁著他在旋轉的時候呢 趕快發動特殊功能 他就會落入你的招式裡面 到了第七關呢 我們得到了飛機 這關的音樂呢 以及畫風 根本就是衝破火王啊 這整個片子就是在致敬SEGA 一樣 你只要瞄到 你就可以發射導彈 配樂也就是衝破火王的風格 那經過了最後一關呢 每個王會出來再打一次 最後魔王 是這個女的角色 那他攻擊力很強 只要你耐心的打 一樣可以把他打掛 打完他之後呢 你就可以救出你的女兒了 但我是用這個女角色 把他給破關了 但是最後這裡呢 他給我一個選擇 也就是說 你要處決他 還是要饒恕他 以社長的風格呢 當然就是 finish her 對 我把他finish掉了 然後呢 我就bad ending了 就沒辦法救出女兒 也不知道女兒被他藏在哪裡了 得到了一個bad ending啊 喔 爸爸看媽媽沒有來幫我 我要找到方法來逃出啊 好 各位如果有玩這個遊戲 請你選擇饒恕他 看你能不能救出你的女兒呢 請在留言告訴我喔 謝謝各位 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有興趣的就去下載來看看喔 這是switch上面的版本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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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好了! 优优独播剧場 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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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場